再来关注2014年索契冬奥会火炬传递 和以往的奥运火炬传递不同的是 索契冬奥会的火炬将会离开地球进入太空 当地时间7号北京时间今天中午 携带2014年索契冬奥会火炬的联盟号飞船 将从哈萨克斯坦的派格努尔航天发射场来发射升空 6号参加这次飞行任务的三名宇航员 在哈萨克斯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这次奥运火炬太空之旅的相关情况 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 参与这次飞行任务的俄罗斯宇航员米哈伊尔丘林 美国宇航员里克马斯特拉基奥和日本宇航员若田光一 就索契冬奥会火炬在太空的活动内容进行了说明 丘林说奥运火炬的首次太空传递将于9号举行 由于宇航员在太空行走的过程中传递物品很容易掉落 为了防止火炬落入太空 负责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此前还专门接受了特训 此外在9号的传递过程中 宇航员还会用绳索拴住火炬 以避免一切意外的发生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火炬燃烧会消耗空间站里的氧气 同时可能引燃空间站里的各种燃料 威胁宇航员的安全 因此本次奥运火炬只能在不点燃的状态下完成太空之旅 目前即将搭载三名宇航员和奥运火炬的联盟号载人飞船已经准备就绪 整个飞船都以索气冬奥会为主题进行了装饰 根据计划索气冬奥会火炬将在国际空间站停留数日 并于11号返回地球